大家好,我是柔某人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S.H.V.G.R.系列 Monkey D. Luffy 蒙奇 D.鲁夫 这个角色出自前不久刚刚播映的Netflix影集 One Piece 海贼王真人版 那当然跟我们所熟悉的漫画版动画版的鲁夫 造型风格很不一样 所以呢当初一开始公布定装照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因为我们已经看过太多日本动画漫画改编失败的例子 那尤其日本人自己改编都经常失败 更何况早来老外拍的Netflix影集 这个落差感觉又更大了 相信大家应该都记得当年七龙珠改成好莱坞电影版 是怎么样一个失败 怎么样悲剧的例子 真的是不堪回首 所以呢这次Netflix一开始公布了海贼王真人版的消息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是等着看好戏 就觉得一定走中一定是崩坏的 没想到影集播出家贫如潮 跌破所有人的眼镜 那我想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毕竟是好莱坞等级的大制作 所以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实景拍摄 包括它的战斗场景以及特效等等 其实都有一定的水准 那第二个是编剧 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因为日本动画漫画改编失败 经常都是因为编剧对这部作品理解不够深刻 或者理解错误 所以就会胡搞瞎搞 搞出一堆莫名其妙的剧情 那至少像这一次的海贼王真人版 我觉得就是蛮到位的 并且有加了一些比较合理 或者是比较细腻的一些剧情安排跟设定 所以故事其实还算蛮流畅的 像这种国民IP 其实你真的不要乱搞 好好把故事说好 就会是一部精彩的作品 那第三我觉得它选角也是算还不错 因为虽然都是年轻演员 但至少演技或神韵 其实都还算是OK的 那尤其我觉得真人版最大的优点 就在于说 因为动画版的角色会相对比较扁平一些些 那真人版会有比较强烈的戏剧感染力 那编剧其实帮每一个人都写了蛮多内心戏 以及角色之间也有蛮多的交流的对白 彼此之间的这些化学作用 就会慢慢把这个情感就堆积起来 因此当这些场景来到最后的经典名场面的时候 其实真的都蛮感人的 我相信海贼王迷 应该看到这几个经典的场景 都会觉得蛮感动的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第一季是成功的 那第二季也正在拍摄当中 蛮有机会可以发展成一个史诗级的大IP 这个我们就继续期待 那但是这一次算是第一次立体化推出SHF 这肯定是要收的 首先打开它里面内容其实很简单 就本体两个头三个右手两个左手 那另外它这次还有附了一个说明书 因为现在的SHF其实都已经没有说明书了 没有这种纸本的说明书 所以这次还有多幅也是蛮令人惊讶的 但是这个说明书其实有跟没有差不多 因为这些细节其实不看也知道 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SHF的海贼王算是从鬼岛片重启 算是从鲁夫开始 那我们知道这种大IP 通常它在推出主角的时候都会优惠价 所以这个鲁夫是4000日币 相较之下 这一次的真人版7500日币 它其实东西还比较少 但价格感觉性价比就会比较低一些些 那我不知道是因为需要授权费还怎么样 但总之价格上就是4000 7500 所以也是给大家做个参考 展开之后我们先做一下尺寸的对比 它头领高大概15.5公分左右 比起鬼岛鲁夫稍微高一点点 那旁边这两位当然就是来自 同系列鬼岛片的索隆跟湘吉士 放在这边做个比例尺 那么首先呢 这两者第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在说 画风上的不同 因为真人版它当然走一个写实路线 造型体态比例等等 都是来自真人演员 至于鬼岛鲁夫呢 出自动画漫画 那二第一当然有好处就是呢 它毕竟用画的 所以爱怎么画怎么画 比如说像呢 服装纹理啊 都会比较清晰 比较奔放 包含它肢体也有比较丰富的 这些线条的变化 比如说呢 光看这样站着 它就有很清晰的S型的曲线 感觉就特别的挺拔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 你真戏跟超级戏的差别 所以相较之下呢 真人版它的造型呢 确实视觉上冲击力没有那么大 甚至感觉有一点点路人 所以呢 第一眼舞的感觉就很像 七龙珠那个战斗力 只有舞的路人甲 可能因为都有戴草帽的关系吧 但是呢 都仔细看 它细节刻画还是蛮精致 比如像这个草帽的编织纹理啊 或者服装的皱纹细节等等啊 其实都刻画的还蛮精致的啊 但是呢都在符合物理法则的前提之下 所以呢 当然相对之下会比较节制 比较收敛一点啊 远看就蛮平淡 但近看呢 还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精致的刻画 像它皮带啊 也都做到非常的完整 并且涂装也都蛮精细的啊 像这个扣子等等 草帽的这个袋子 像这个须须也有做了建成的涂装 那其中呢 影集跟动画版有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 在于它鞋子啊 原本是穿草鞋 但是影集之中呢 可能为了要做一些 最敢跑跳碰啊 或是什么激烈战斗动作等等啊 所以就帮它换成了布鞋 行动可能比较方便 但是呢 它还是保留了这个草鞋的 这个X型的异象啊 那另外呢 它肌肉纹理的部分 也是蛮平淡的啊 那因为专人演员 大概也是长这样啊 不是那种肌肉派的 不过呢 这个玩具有一个 稍微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它分模线非常清晰啊 那虽然说呢 一般的塑料模型 或者是玩具还是会有这种分模线的问题 不过现在技术通常会修得比较细一点点啊 不过呢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版本 它的分模线 像肩膀这边还是蛮清晰的啊 那另外呢 大家应该最在意的就是呢 它的头雕 你真度到底像不像 那因为这位是新人演员啊 所以到底像不像呢 这个就需要大家自己去评断啊 至少呢 因为它是墨西哥人 五官轮廓比较立体啊 那像我们比较立体感的表情 或者是人物的话呢 是比较容易刻画的啊 因为比较多细节 不管像不像 至少它整个立体感 精致度 我觉得是OK的啦 包含它左眼的这个刀疤 也都完整的刻画出来 它涂装现在都是用那种 3D雷射印刷的方式来呈现啊 你近看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网格的感觉 可是呢 远看基本上还是OK的啊 那另外呢 它这一次总共付了两个头雕 一个呢 是脱帽 一个是有戴草帽的啊 而且呢 包含它的表情细节 也是有一点点微妙的差别啊 其中呢 它标配的这个戴草帽的表情呢 是有戴一点点笑容 但是呢 它是有点皮笑漏不笑 只有一点点的微笑 可能笑太开会有点失真吧 但总之呢 它是有一点点微笑 那另外一个就没有什么表情啊 就感觉是认真严肃脸啊 除此之外呢 就是它的草帽跟没戴草帽的头发 但是呢 因为它这个头发 可能因为它没有办法刻画出一根一根的法丝喔 所以呢 没办法做到那么样的飞扬 或者是呢 那么样的拟针喔 可能细节上还是有差一点点 感觉上就比较像戴个假发在上面啊 那至于说呢 这两个头雕怎么换呢 首先呢 它直接从 它下面这把抽出来就可以了 它结构很简单 就这样滑进去而已 那另外这个草帽头也是如此喔 直接把它脸像这样拔下来 虽然说它的说明书有提到 要先把头拔下来再换 但是呢 即使你不拔头的状况下呢 直接把这个脸装上去也是可以的喔 这是它的严肃脸认真点 那另外一张脸当然也是可以直接把它装上 它的这一个假发 这样也可以直接换装完成喔 那换装完成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球形的转轴喔 那就可以把这个转轴呢 直接把它的草帽头拔掉 这样换装上来 就OK了 这是它的没有戴帽的笑容脸 好 那我们看一下它可动度喔 首先呢 它下面这边有转轴 上面呢 这边也是带一个转轴 所以呢它的左右摇摆旋转 这边它可动度还OK啦 那以及呢 手臂这边我觉得做的蛮简单喔 因为它基本上里面 这边有个球体关节喔 所以上下左右可以做一点微调 那当然这个手臂的角度还是要调整 尽可能让它稍微自然一些些 另外呢 前后360度旋转 抬起来大概90度 但是它没有做往前拉伸这个引出式的关节 所以往前它手只能到90度 那另外呢 这一段360度平转 已经呢 手肘两段 但是可动度也蛮有限喔 只有大概90度多一点点而已 那手腕的部分呢 则是球形的关节 再加一个球形的转轴 可动度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以及呢 这个腰部不知道为什么 它设计非常的奇妙 因为左右的摇摆 幅度大概有二三十度 但是呢 前后角度非常非常小 而且呢 最重要的是 它左右几乎没办法转 我刚才试着用力转 但是很怕把它转断 但是即使如此 顶多也就只有20度不到 这个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动度会小到这个程度 真的是小到有点腰瘦了 那另外呢 它的大腿抬起来顶多也是90度多一点点 往后角度也是很小 大概20度左右 侧向就这样子 或者稍微外开 可动度都蛮小的 大腿的平转 关节 膝盖 两段可动 但是也是90度多一点点而已 包含它的脚掌 往前 往后 斜切 贴地 左右的旋转 所以 整体你可以看到它可动度是 非常非常有限 尤其呢 腰部的可动几乎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 那另外呢 配件的部分除了 我们刚才看到可换头雕之外呢 它总共有五个手型可以做替换 那主要呢 它的开掌手左右各有一个 像这样子 以及呢 这个五指放松手也是左右各有一个 那另外呢 它的右手部分还有多了一个 算是手刀手 或者是敬礼的手 那这个手型呢 直接把它的球关像这样拔下来 再装回去就换装完成了 那基本上手型也没有什么太多配件可以换 所以 虽然说它价格跟动画版 这个鬼岛边比起来 算是高蛮多的 可是呢 它的配件的部分呢 却是有一点少的可怜 那尤其我们知道 鲁夫是橡胶人 可是呢 这一次它手脚都没有附那个延伸 或者是变形的零件 所以呢 在把玩啊 或是呢 变化上面就会 稍微比较少一些些 我觉得这个是蛮可惜的 但是呢 就如同前面我们所提到的 这个影集的Netflix版 有可能可以发展成一个 就是史诗级的一个大长篇 所以呢 第一季结束之后 之后肯定还会再有 新的玩具的版本 所以呢 之后搞不好就会再付一些 其他的配件或其他表情 也不一定了 因为版带总是这样嘛 就是不会一次就做到位 所以这次就只有最基本 最基本的标准的配备 就是两个头雕 然后呢 左右手 右手三个 左手两个 好 那么今天大概就简单 为大家介绍到这边 那真人版的鲁夫 我觉得玩具来讲 是做得蛮阳春的 但是呢 因为毕竟这次的 Netflix的影集 真的拍得不错 所以应该也是会吸引到 蛮多新生代的观众或粉丝 那如果真的很喜欢这个真人版的影集的话 我觉得这一次的SHF可以收 但是呢 不用抱着太大的期待 就是基本上该有的有 可是可动度 还有它配件都算是非常的有限 基本上就是买一个喜欢 买一个情怀 买一个收藏吧 好 那今天就简单为大家介绍到这边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